搭乘920LTTEV的乘客 請至8號登機門 請準備好您的護照 我們即將協助您登機 大家好 歡迎收看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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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機長偉銘 我是空服原商 機長你最近開這個紅眼班機 都已經開到長痘痘了呢 因為我花很多的時間在做研究 爆寫2000字的文章 真是辛苦你那麼用心的在幫我們找美景 乘客們刷一排愛心 機長最近感覺大盤的局勢好像又回到電子股了 還有哪些景點值得我們去做留意呢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的是台積電概念股的景點 光陽科跟公主 光陽科現在已經長很多了 還來得及進場嗎 光陽科它其實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儲存媒體靶材製造廠 那其實儲存設備佔它的營收 就是它針對這個東西做的靶材佔了40% 半導體的靶材佔了20% 顯示器佔了20% 那汽車化學品佔了10% 所以其實它的產品結構是一個蠻分散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原本台積電它的靶材都是從日本進口 但是為了要實現綠色循環還有經濟在地化 所以說後來台積電就選擇跟光陽科做合作 台積電會把那些已經用過的靶材交給光陽科去做回收 再由光陽科重新製作然後循環利用 我相信很多乘客也不知道靶材是什麼 靶材在英文叫做target 那它其實是一個半導體 然後還有光電液經常用的一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它就是在做了漸渡的 漸渡是什麼我們等一下講 那其實漸渡它就是利用高壓的異向成績 在一個東西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那在這樣子一個真空高壓的環境裡面 去讓那一些電子可以附著在這些 我們所有的塗布體上面 它塗布體通常是晶圓片或是玻璃 那這個加工過程它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建設 那它為什麼會叫做靶材 對因為靶材它這個名稱感覺很抽象 其實靶材它其實就是利用一個高能的電子數去打 然後打那個東西 因為你在用電子數打的時候很像在瞄準一個靶 所以它叫做靶材 電子數打到這個靶材上面以後 靶材表面的電子它其實就像是一個水花四件 然後它就會附著到我們剛才說的塗布體上面 所以說這樣的形象就讓靶材這個東西的名稱被定下來 靶材小補充 那我們就進入下個景點 工准吧 工准它其實是主要從事一個高精度的精密加工 然後還有航太等級材料的金屬精密加工的一間公司 那它最近其實是非常積極的去佈局了半導體跟航太市場 那在這個部分它其實也是收穫良多了 工准它其實在航太裡面就是佈局了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那就是大家可以想到之前 Tesla供應鏈裡面的那個星鏈計畫 那工准確實有把它的產品租獲到了SpecX 那其實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今天大家要Focus在的是工准 它其實提供了半導體的IC封裝模具 還有它的精密零組件這個部分 那產品的營收其實工准 它有38%是來自於顯示器的設備 然後還有37%是來自於半導體 航太類占17% 那剩下來其他的部分占8% 所以說工准呢 其實它的營收結構也是相當的分散 聽完機長的導覽 對這些相關的產業又更加了解了呢 我們可是很用心的在整理 下一台你想要搭什麼 那我想選火箭好了 會去哪些景點呢 火箭今天會帶我們到類比科智芯跟聚基 類比科和智芯是母子公司 主要的產品有電源管理IC 5G市場對電源管理IC的用量會增加 一直4G的手機 原本需要一顆的PMIC 但是5G的手機就需要三顆 可以帶動一波成長了吧 你也想要當機長嗎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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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在這邊 還是要幫大家做一點小科普的知識補充 其實如果你有在收看我們之前的節目的話 你會知道我們已經分享過了很多關於IC的東西 那我們已經講過了像是記憶體IC 邏輯IC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講的東西是類比IC 所謂的類比IC 它就是處理類比訊號的IC 那類比訊號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連續的值 像我們大自然裡面的什麼光 聲音 溫度 壓力 這些東西它其實就是屬於所謂的類比訊號 那在實際上面應用 例如說像是網路電話 聲音要在網路上面做傳輸 在你打電話的那個人 他其實要先把類比訊號 就是聲音先轉換成數位訊號 然後再傳送 那接收端的人收到的數位訊號以後 還要再轉換回來類比訊號 才會變成我們聽到的聲音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景點 智興 智興是台灣前三大的類比公司 不錯有做功課 沒有錯 智興 它其實就是台灣前三大在做類比IC的公司 那它其實主要是處理電源管理 跟混合訊號的IC設計 那電源管理IC 其實佔它的營收77% 運算放大器的IC佔它15% 還有溫度的偵測IC佔它4% 它的6月營收其實是增加的非常快 年幀率高達了42.8% 剩單月的新高 那再來我們進入了類比科這間公司 它最主要的營收來源是來自於 62%的電源管理IC 還有25%的磁場感測機馬達驅動IC 剩下來的12%是微控制器IC 也就是所謂的MCU 那類比科的6月它的營收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年幀率高達47.2% 那我們預期在這一個電源管理IC上面 用量最大的8吋晶圓持續的在做量產 所以產品的交期一直不斷的在做拉長 預計下半年還是可以非常非常的旺 那最後我們要來帶大家看一檔聚機 聚機其實就是全球第一大的顯示品 也就是LED的驅動IC廠 那LED驅動IC佔它營收99% 幾乎全部都是 那主要是銷售給中國大陸 那因為目前下半年供應鏈其實是持續吃緊的狀況 代工成本一直不斷的在做調高 所以聚機它自己也表示不排除價格 會再繼續調漲 來穩定他們的獲利表現 再加上聚機近年一直積極的在發展 MINILED背光模組 也在第二季開始小量的出貨了 目標今年會占到它的營收比重10% 這些景點都好美喔 但是我還是沒有玩夠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讓我來帶你去太空旅喔 是不是內心蟲啊 今天這個秘密景點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它是一個台積電製成的概念股 它其實擁有一個全球上面是一個獨佔的技術 也就是它是沒有競爭者的 那它這一個關鍵製成 其實也是讓台積電可以打敗 Intel跟三星的關鍵 所以說這一檔秘密星球 它的籌碼非常非常的集中 也具備了標股的基因 在群組裡的好朋友已經提前知道囉 連Shwana也知道囉 所以想知道的朋友們 趕快加入機長的LineAir跟Telegram 可以GoGoGo 我們下次見 掰掰